我国燃油零售顶价已经连续5个星期上涨 针对这一点 财政部今天发文告指出 政府必定会出手相助 但前提是RON95及柴油每公升的零售价格 必须持续3个月高于2令吉50Cent 换句话说 以目前2令吉38Cent的RON95为例 必须再涨12Cent 而2令吉25Cent的柴油必须再涨25Cent 政府才会推行减轻民众负担的措施 另外 财政部也捍卫早前落实的今天合理化计划 认为缩减燃油津贴的举措减少了不必要的开支 同时能够协助更多的特定群体 减缓原油价格上涨所带来的冲击 但无论如何 现阶段而言 在补贴液化石油器和家用煤气的同时 政府还会继续给公共交通业者 以及渔民有关的汽油补贴